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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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就來到九龍維景酒店吃一個午餐食店 首先帶大家走一轉 门口一入就是甜品区,左手边就有果汁 继续向前行就是凍肉区 然后就是刺身寿司 跟着右手边是熟食区,左手边就有即制的窩夫,烧羊扒 还有面包 对面就是水果区 然后旁边就是沙律区 后面就有一个甜品柜 对面有咖啡,奶茶 还有冰淇淋 然后回到口,走完 首先就看看沙律区 有杂果沙律,青瓜,橄榄,红腰豆和鹰水豆,番茄 露筋 杂菜,粟米沙律 醬汁就有油醋 千度汁,法汁 芒果咖喱汁 海鲜区,有冻虾,青口 几款寿司,几款刺身 冻虾 冻肉区,有巴马哈麦瓜,冻切肉腸,冻鸡,海草 白爪鱼,香草烧牛肉,煙三文鱼,沙律尾腸芝士片 来到熟食区,这个是没有名牌的,是牛肉来的 香草海鲜多寶鱼,然后一个都是没有名牌的,不知道什么来的 白汁芝士焗薯,日式麻汁烟鸭胸,海龙黄汇海鲜,没有名牌的长通粉 日式照烧鸡,香橙骨,新鲜食菜 后期有一碟转炸薯角,熟食区对面有海鲜粥打汤,可以加饼干食 可以加杏仁片,糖浆和巧克力酱,羊扒配蜜糖芥末汁,菜肉包,白饭,还有四款餐包,下面有牛油,橙酱,蓝莓酱,然后对面生果区有黑麦瓜,西瓜,麦瓜, 甜品区有蛋撒,凉粉配花类或杂果,鲜果撒, cupcake,芒果拿破仑, 合桃糊, 另一边甜品柜,底层就是不同味道的摩斯蛋糕,中层就有德国芝士蛋糕,提子拿破仑, 和几款不同味道的芝士蛋糕,最右边都是摩斯蛋糕,上层就有士多啤梨抹茶芒果的摩斯杯, 配恁果傑果汁, 另一邊還有橙汁蘋果汁 好,開始拿東西吃 第一轉我就拿了沙律 蔬菜很新鮮,蘆筍也很好吃 第二轉就拿了凍蝦,青口,壽司就沒拿了 刺身就拿了欺凌魚,吞拿魚 白色的不知什麼魚,還有三文魚 他的三文魚切得很大塊,挺肥美 至於吞拿魚有根咬不開 欺凌魚挺鮮甜好吃 蝦肉挺彈牙,青口也不錯 第三轉就拿了帕馬哈麥瓜 火腿 海草 冬雞 八爪魚 香草燒牛肉 煙三文魚 芝士片 海草、八爪魚和芝士都是正常味道 雞肉比想像中滑 挺好吃 煙三文魚和火腿也不錯 至於帕馬哈麥完全沒有油香 蝦的骨也不甜 這個不用拿了 燒牛肉又乾又粗 肉是硬度根本咬不開 比湯渣 第四轉就拿了香橙骨 鯪魚和鯪魚和酒 猪肉 牛肉 多寶魚 牛肉很韌 只要燒雞味道正常 香橙骨肉比較粗糙,而且汁也吃不出橙味 豬肉一般,多寶魚很滑,很好吃 然後就拿海鮮粥打湯 加點餅乾 湯配料也有很多,加上餅乾是挺好喝的 第五轉就拿了羊扒 配上蜜糖芥末汁 羊扒有羊味,沒有鬆味,而且肉很軟,沒有筋 全場最好吃的就是羊扒 第六轉 拿了海龍王匯海鮮,薯葛,菜肉包 薯葛炸得很好,很脆好吃 至於菜肉包,它的包身有點硬 菜肉就好乾,沒有汁 這個不用拿了 好吃到差不多,就到甜品時間了 甜品第一轉就拿了蛋撒 涼粉就配花奶和雜果 鮮果撒 芒果拿破崙 芒果拿破崙 Cupcake Cupcake挺好吃的 蛋撒是冷的,皮又硬又不脆 這個 芒果撒裡面就是吉士,酸酸甜甜挺好吃的 芒果拿破崙 酥皮夾著吉士醬和芒果 芒果的份量也不少,不錯 涼粉很Q彈很滑 再加上花奶是挺好吃的 甜品第二轉就拿了德國芝士蛋糕 Moss蛋糕 抹茶摩斯杯 芒果芝士蛋糕 芒果芝士蛋糕 芒果芝士蛋糕的芒果味道有點假 像是香精味那種 德國芝士蛋糕和摩斯蛋糕就一般 抹茶摩斯杯一入口我已經噴出來 中曬服 口感非常差,味道好怪好難吃 看到杯底出水 可以說是暗黑甜品 之後就拿一個朱古力鍋腐餅 加上朱古力鍋腐餅和杏仁片 這個鍋腐餅和平時在街邊買的格仔餅不一樣 口感非常脆 好吃 吃完甜品就吃生果 蝦麥瓜西瓜麥瓜 蝦麥瓜不甜 西瓜都多汁的,不過都是不甜 至於蝦麥瓜就比其他兩款甜一點 吃完生果之後又拿了一個甜筒 雪糕是溶涼的 吃雪糕最怕就是不夠冬 這個溶涼的雪糕就真的是最差 最後就拿了杯咖啡做結尾 總結 餐廳環境就偏向比較舊式的裝修 當日的入座率都不高 大約五成左右 所以拿食物的時候都不需要排隊 餐廳大部分食物都不會變 除了中途 薯蓉變了薯角之外 其他的食物都沒有變 見到有些甜品拿了都沒有refill 想吃的話可能要早點拿了 餐廳整體食物周數都OK 我個人比較推介的食物就有 沙律區的露筍 欺凌魚三文魚刺身 熟食區的多寶魚 即燒的羊扒 甜品區的鮮過他 芒果拿破崙 cupcake 和朱古力窩夫 價錢方面最後買單 折實了158元一個人 就由12點吃到2點半 性價比是挺高 離開的時候經過餅店就看到剛剛自助餐吃的蛋糕 餅店都有賣的 22元一件 如果這樣算的話我只吃蛋糕都吃了百多元 最後提到大家 要入餐廳的話是需要經餅店的門口進入 另外九龍圍景酒店距離地鐵站比較遠 要走十幾分鐘 坐巴士就會比較方便 以下巴士可以直接去到酒店附近下車 讓大家參考一下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來試試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我 留言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 這樣就不會錯失我最新的影片了 影片後面的影片 我們下一次確認 影片到家在錦o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下集完 影片到家裡 在錦o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影片到家裡